小赛罗 好奇怪 小我阿姨这是怎么了 刚才偷偷摸摸地跑了过去 现在又绕着雕像一直不停地转圈 他们是被人施了魔法了吗 确实是有点奇怪 你看 他还在那边原地不动地 做各种奇怪的动作 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吗 我们去其他地方再看看吧 今天这是怎么了 小镇上的人怎么都这么奇怪 我们两个为什么没事 你看567叔叔 他这是在干什么 还有卡米拉阿姨他们 都在做着不同的动作 似乎庞若无人 一个个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说的对小狄家 他们一定是被人施了魔法 他们这么喜欢转圈吗 不好你快看 就连格里乔妈妈都在不停地踢腿 不行 我们要赶快找找原因 我们去那边看看 有没有什么线索吧 早点知道原因 我们就可以去找赛罗爸爸来帮忙 快走小狄家 小狄家快看远处 那不是比比东吗 他为什么在一个大汉堡 上面盘坐着呢 好像是在念着什么咒语 不好 一定是比比东在做怪 你看他原地不动而起还悬着空中 总之一定有问题 但是也不好说 我们只能找到爸爸才能知道真相 小狄家 时间紧急 你先留在这里 我赶快去找我的赛罗爸爸来帮忙 他现在应该正在和唐三叔叔练功 话音刚落 小赛罗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他要赶快找到赛罗爸爸 只有赛罗爸爸和唐三叔叔才能找出原因 爸爸爸爸不好了 小镇上的居民全部被人施了魔法 他们原地不动 各自都做着不同奇怪的动作 也不说话 就连小五阿姨和格里乔妈妈也难逃此劫 你们赶快想想办法吧 什么 竟有此事 我记得以前小镇上也出现过类似的事件 应该还是贝利亚这个混蛋搞的鬼 小赛罗你不要着急 我们自有办法 可恶的贝利亚 赛罗师兄 这点小事你就不用去了 我一个人就可以解决 你和小赛罗回去先看看什么情况 我现在就去找贝利亚 竟然连我的小五也中了魔法 看我找到他怎么收拾他们 混蛋贝利亚原来在火车上 哪里跑 让开让开 你们这些丑八怪 贝利亚 你这个混蛋 你是几天不打你皮又痒了吗 小镇上的居民是怎么回事 赶快给我老实交代 唐三 我可不知道小镇上发生了什么 我现在正忙得去邪恶之都 你应该去找比比东 他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尽管去找他吧 我可不敢骗你哦 好吧贝利亚 我就相信你一次 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否则的话 这就是你的下场 给我记住 此时 唐三飞到了小镇上空 只见有四个巨型汉堡上面 分别都悬空站着一个比比东风身 底下全是怪兽在守卫 你妈 我错过了什么 我从未见过如此大的汉堡 这几个比比东 应该就是他的分身 我不知道比比东到底有什么阴谋 看来 我要大展身手了 赛罗师兄 这个比比东到底想干什么呀 多谢你就回了小五 三哥 你可算回来了 我可是围着奥特之王的雕像 专了一上磨 唐三 比比东利用魔法控制这些分身 他想用咒语 让小镇上的人全部失去意识 最后做他的奴隶 他这个阴谋 真是息思极恐啊 我们要马上破坏这些咒语才行 你们倒是快点去呀 我的蛤蜊桥妈妈还在踢腿呢 好 就让我来消灭他们吧 战斗开始了 apa 五 我们热补回头 南 野蛙要战斗 让心中的泪淹没和来走 野蛙要战斗 日生要战斗 打灭了天涯海角永不回头 野蛙要战斗 野蛙要战斗 八十四飞飞飞飞扰扰征服 野蛙要战斗 日生要战斗 燃烧了自己 天亮了江湖 野蛙要战斗 野蛙要战斗 让心中的泪淹没死海宇宙 野蛙要战斗 日生要战斗 最终 唐三和赛罗消灭了那些诅咒 小镇又恢复了平静 小伙伴们 赶快用你们的小爱心鼓励他们吧 大家要给帅气的唐三和赛罗打多少分呢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哦